艰难对话 艰难对话是指对方的观点与你的不同 你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不安全 而且涉及到的事件影响似乎很大 也许你觉得受委屈或被误解了 也许你陷入性格冲突或与同事有不同的目标 也许你必须传达坏消息而害怕对方的反应 无论哪种情况 你都需要解决问题才能继续前进 艰难对话 哈佛商业评论20分钟经理人系列一书带你了解 是什么让对话变得艰难 为艰难对话做好准备 进行对话 就下一步计划达成一致 成为更好的沟通者 这本书很短 只有128页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学到很多东西 我特别喜欢的是 作者提供了几个例子供读者思考 以此让读者学会将艰难对话 变成富有成效的对话所需的技能 作者列了一些问题 让读者在准备和进行艰难对话时可以问自己 书本的最后一章 作者还分享了一些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需要养成的关键习惯 说话前反思 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 恭敬的倾听 简明恶药的沟通 寻求反馈意见 这样你就可以减少出现艰难对话的可能性 优优独特 我也在读者 偶尔